大川 大川 求求你赶紧醒吧 我撑不下去了 真撑不下去了 咱们的梨江公司 现在被两个儿子在那儿搞呢 已经快败了 这个家快败了你知道吗 你快醒醒吧 当然了 我现在也想通了 这个家败了就败了吧 也没什么关系 我只要你醒过来 我只要你 我只要我们一家人 能快快乐乐地在一起过日子 我就要你 每一天 我都给你唱你最爱听的歌 我一直唱到老 唱到头发都白了 哪怕什么都没有 哪怕我们两个人 只有一间小平房 我都觉得很快乐 真的真的很快乐 我不能没有你大川 你醒过来吧 快点醒过来 你看看我 真的我要撑不下去了 你会认识你 真诚不下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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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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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你想躲清闲 那你就在这儿躲清闲吧 我去再给你换几道你爱吃的菜 喂 起来了 怎么睡在这儿啊 昨天你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怎么又回来了 我不想回家 我爸妈看到我又烦了 你不想回家就跟我说 你在这儿睡也不是个事 你这么早回来 我们公司刚刚起步 不早点回来怎么行啊 一大堆活要干呢 正好你在 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行 说吧 什么事 我们是新公司 刚刚重组 你也知道 市场虽然说这么大 但饼只有这么几块 目前很多大公司 都想把我们给压下去 特别是梨江 再加上我们走的时候 拿走了一大笔钱 他们是不会跟我们念旧情的 我明白 虽然现在 梨江已经不如以前了 但是 瘦死的骆驼逼马大 我们要赢得市场 首先要赢了梨江 所以 赢他们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用价格优势 用低价 和他们竞争 哥 等等 我明白生意场上 是不能讲人情 但是 你现在是让我们 去跟梨江竞争吗 这样不太好吧 你别忘了 当初我们是硬生生 被梨江赶出来的 爸不在了 那些人 就全都变脸了 而且现在 梨江上下的员工 包括股东 全都不是一条心 梨江就好像是一个 摆设一样 我们就算不跟他们竞争 他也迟早会被人家吃掉 既然我们选择出来单杆 就要证明给那帮老家伙看 而且现在绝对不能顾及青年 要占领市场 一定要先打赢梨江 可是 可是什么呀 你跟他们讲人情 人家跟你讲人情了吗 当初云朵被绑架的时候 你是怎么低三下四地 求他们帮你 可这帮一毛不白的老家伙怎么着 甩手不顾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 老爸不在 他们有可能会把百合 还有爸的那份股份 全部吞掉 行了不用说了 我听你的 我不是急着 要让你做任何决定 你可以好好想想 咱们是两兄弟 什么都有伤有量 我知道 好 洗把脸 真是一波未凭 一波又起 现在别的公司 以最低的价格 抢走了我们的老客户 我们没有办法 跟他们拼价格 为什么呀 我们不能降价吗 不行 因为对方已经把价格 降到了他的成本价 这明白着是要击垮我们呢 降到成本价 到底是哪家公司 还能是谁呀 不就是明朗和李天他们干的吗 李天这么做我能想到 可是明朗这孩子呢 不是不计后果 不择手段的人啊 不管怎么样 百合 你和明朗夫妻一场 你就帮我们劝劝明朗 要是他能带着股份回公司 这样我们的公司 就能缓上一口气来 我们现在没有生意做 坐池山空 黎江公司 很快就有大麻烦了 是啊 百合 我们公司欠银行的贷款 马上就到期了 如果到期还还不上钱 那黎江公司就跑不住 如果是这样 即便是李总回来 也无济于事了 我已经约了明朗 等会儿他就到了 百合 他来的时候 你帮我们再劝劝他 我们俩也适当说些软话 明朗这孩子本性还是不错的 他应该也不想看着黎江败落 真是没想到啊 我们这第一步走得这么顺利 你不看看我们的价格有多低 我们首要的目的不是利润 只要把黎江的订单全部抢空 他们就完蛋了 你没看到他们也在降低价格吗 所以我们得乘胜追击 再降低百分之五 看谁扛得过谁 再降百分之五 我们就没有利润点了 而且还会赔钱 现在我再评估我们的风险点 没有风险 拖垮黎江 指日可待 下一步就是垄断整个支江地区 我们这第一步卖得很顺利 而且收效也不错 我们的底子也没比黎江厚多少 现在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觉得好像有什么环节我看漏了 什么环节 别启人犹天了 现在支江包括周边的一些地区 制衣和出口都握在黎江的手里 只要我们把黎江给吃掉 那我们就顺理成章地可以接手 黎江所有的业务 我们这个计划天衣无缝 所以你说的这个漏洞 根本不存在 黎江虽然现在是比较弱 但是他经营了这么久 正所谓数打根深 我们还是要小心点 除了披露得不偿失 所以我们才要抓住这个机会 让他们翻过身来 咱们都得完蛋 现在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的呀 跟你弟弟一样 办事优柔寡断 不要拿他来跟我比较好吗 反正我提醒你 这可是个好机会 黎江现在已经摇摇欲坠了 我们只要再加一把力 他们就彻底完蛋了 到那时候 一切都是咱们的 我觉得 稳当一点没有坏处 时间差不多了 明朗也该来了 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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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快请坐 不用了 我说两句就走 其实各位也不用劝我了 就像之前我说的 黎江公司并不单单只是黎氏一家的公司 也有各位前辈的心血在里面 我不想因为我的一意孤行 而让公司乱七八糟 希望各位谅解 你知道你现在离开公司 就是对公司最大的危害吗 对不起 我有我的选择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也许之前 我们的做法确实有点过激 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 你现在单干也没有错 可是你不能毫无顾忌的 就来跟黎江竞争啊 黎江意味着什么你是知道的 我们都是做服装生意的 生意场上有些竞争也很正常 生意就是生意嘛 其实 我也并不是不念旧情的人 要不然 我也不会浪费我的时间 在这里跟你们解释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明朗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自己创业 我也看到了你现在的改变 明朗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自己创业 你有想法 有主见 有失业心 这是好事 你不会只想夸我吧 我不希望你急于求成 你的经验并不丰富 我觉得你做事还是需要一步一步来 这些我都知道 不需要你来教我 你懂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你现在是在靠压低价格和黎江竞争 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还是你想把黎江搞垮 黎江现在还有你爸爸的股份 如果你爸爸醒过来 我想他不希望看到你用这种方式 来证明你自己 我不知道你做这个决定 有没有跟我赌气的成分 我希望没有 虽然我们现在离婚了 但还是亲人 我不想看着你走错路 行了 不用再说了 就像你现在 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跟我商量一样 我的事情也跟你没关系 你 你可不可以成熟一点啊 说得没错 以前的我就是太幼稚了 我现在就想成熟起来 但是你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我现在不想谈我们的事了 明朗你别忘了 这家公司是你爸爸带着 一帮兄弟打拼出来的 这里有每一个人的心血 就连你拿走的那百分之十的股份 也是你爸爸的 而你有为公司做过什么呢 你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本来以为 我至少还有你 我至少还有你 这儿的风景真不错 你带我到这儿来 我心里真的挺舒服的 最近压力太大了 看看风景 心里还能舒缓一下 妈 有些事情 我本来不想跟您说的 可是董事会开会还是觉得 您作为公司的董事 还是有权利知道这些的 你说吧 明朗和了一天 现在靠压低价格和公司竞争 这样让公司流失了很多业务 公司现在 只能靠着一些老客户 来勉强接几笔订单 但是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我们公司迟早会被拖垮的 公司的事呢 我现在也帮不了多少忙 但是我准备 把家里那栋房子抵押了 凑一点钱 给你们救个急 妈 这怎么能行呢 而且 这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我知道 那点钱也救不了公司 但是公司是大家的心血 再说了 那栋房子也是公司帮着赚来的 我呢 也是有多大力就出多大力 你爸现在在床上躺着也动不了 我们要那么大的房子有什么用呢 公司赔了不算什么 要是人心散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妈 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 挽救公司的 白鹤 我的好儿媳妇 妈对你有信心 进来 李总 您找我 把我们的产品报价 降到 记得解决一下 九耳の把 白鹤 莉莉前几天结婚想邀请你 我跟她说你忙没空去 你社会那件婚纱 每一个人都说很漂亮 有人在问我 到底是谁设计的 然后我就把那些工作 全部都给接下来了 我觉得你以后啊 可以专注一点 去设计婚纱吧 你是我什么人啊 就帮我懒活啊 对啊 我可以当你的经理人啊 反正你入国的那家公司 都快要倒闭了 我劝你 还是不要浪费时间 再折腾自己了 这公司有我爸妈的心血 我总得做点什么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当初 你跟黎明朗离婚的时候 不把那些股份都撤出来呢 我想原因是什么 你自己最清楚吧 清楚什么 我现在是在 挽救公司的局面 你不是在挽救公司 你是在挽救黎明朗 承认不就好了吗 你管我是为了谁啊 跟你有关系吗 有关系吗 你现在公司最缺少的 就是资金的周转 你知道我肯定可以帮到你的 来 给我一个理由让我去帮你吧 谢谢你 免了 我刚听前秘书说 你又把价格压低了百分之十 厉害 比我还要魄力 我看这次离江 就别想再接到订单了 都是我们的了 别开心得太早 我们接的单越多 意味着我们的损失越大 哥 为什么把价格降百分之十 这样我们会赔钱的 这是商业策略 我们要彻底把离江拖垮 我不同意 我们可以跟离江公平竞争 但是不能用这样两败俱伤的 卑鄙手段呢 这事情我跟庄总已经决定了 你只要同意就行了 哥 这公司我也有分担 你们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在商场上不够老练 我最多的决定 你只要是 我最多的决定 像上我 你看我 你以后 我最多的决定 我最强的决定 我最强的决定 你也填了 我最强的决定 一是 既然你这么决定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那好 我要撤出我的股份 恐怕不行 这事我们是签了协议的 再说了 我们这家公司可不像以前 黎江那帮股东一样 谁都能自说自话 你之前投进来的钱 我们全部都拿来买地了 所以公司现在没有 多余的现金给你 再说了 做生意是大火的事 并不是说 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不过 我怎么说也是你哥哥 我一定会为你争取的 这份是买地合同 如果你能够把这块地 卖出去的话 就意味着 你可以拿回你的股份 我一定会给你 好不好 你不许多 还有我 你还是要 如果我的姓家 你的姓家 你不许多 这儿长大 怎么一点都不一样啊 来了来了 您好 找谁啊 我想问一下 百合是不是住在这儿啊 百合 那你是 我是他 我是他家原来的保姆 那先进来吧 好 百合 有人来找你了 百合 谁啊 红衣 百合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听你婆婆说的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你们是不是在忙 我打扰你们了吧 没有没有 我们正在做饭呢 对对对 你们先在客厅里坐一下吧 厨房我搞定 那麻烦你了 别客气 走吧 我们进去说吧 好 您坐 红补衣 您最近还好吗 好 我呀 吃得好 睡得好 那就好 百合 你过得好吗 我也挺好的 好就好 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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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卡里有五万块钱 我知道不多 你先拿着救救急 不不不 红衣 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 你快收起来 百合 你听我跟你说 我自从到了他们离家呀 他们离家把我当自己家人一样对待 现在公司出事了 我总得尽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吧 我知道 钱不多 也干不了什么大事 可是无论如何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把它收下吧 红衣 你挣钱也不容易 我不能收你的钱 哪儿啊 我现在用不着钱 我在他们离家吃啊 祝我都不花钱 现在啊 离家有难了 你婆婆把房子都给抵押出去了 就这 他们还要给我发工资呢 我说了我不要不要 可是他们就直接把钱给我打到卡里了 我现在拿着这些钱 我睡觉都不踏实 不管怎么样 把钱收下 你别嫌少 把它拿着啊 你 好吧 那这个卡我先替你保管着 如果你需要钱 及时告诉我 好吗 好 脚子弄好了 可以吃饭了 那你们先忙吧 我就走了 别啊 红衣 不行 吃完饭再走 别别别 我回去了 别客气 红衣 跟我们一起吃 没事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 好了 可以吃了 来来来 红衣 这是我们亲手煲的饺子 来 你尝尝 好好好 谢谢 怎么样 好不好吃 好啊 太好吃了 真的挺好吃的 这是你做的 是 是不是你父母教你的 不是 我父母常常坐在国外 所以呢 有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对 有空的时候就去买一本书 慢慢学着做 人呢 就应该自己去找一些乐趣 你说对吗 阿姨 对对对 真好吃 对了 锅里面还有 不如我帮您打包一些回去吧 好吗 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我吃好了就好了 我吃好了就好了 你看看 这 喂 百合 这个小伙子挺不错的 你们是不是 不是不是 您别误会 他是我的房东 我租他的房子 付房租的 百合 来 你吃你吃啊 谢谢 我呀 特别想你 今天看到你 我开心多了 那你要想我就经常来 我再给你包饺子吃 红姨 你怎么了 没事 我是在想啊 谁要是有你这样的女儿 那真是太有福气了 可惜 我再也没有机会孝庆父母了 百合 我们不提这些啊 来 快吃吧 快吃 喂 高祥 什么事啊 我刚刚到我朋友的公司里面 去办一些事情 我听她跟我说 黎明朗在转让她的地皮 但她买的那块地 是有问题的 可能会砸在手里 她卖了公司的股份 是不是为了 去买那块地皮啊 行了 我知道了 回去再说吧 白和 最近和明朗联系了没有 听说明朗从那边撤骨了 不知道她是想通了 还是和那边发生了分歧 她被踢了出来 她们兄弟俩感情这么好 黎天应该不会这么觉得 毕竟是一家人 白和 你太小看黎天了 明朗不是她的对手 骑行天下 步步为营啊 这黎明朗一走 以后我们的事情就更好办了 这每一步都结结实实地 按照你的意愿往前走 太顺利了 黎明朗 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 她的性格 我很了解 这块地有问题 根本就不能见场 而且还有很多限制 这块地也是我从朋友那接过来的 具体的问题 我们也是刚知道 现在找不到人了 你说怎么办吧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 这块地是有问题的 明朗 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那天那块地 是你跟着我一起去看的 我看到的你也看到了 我知道的你也知道 对吧 那我的钱呢 你的钱已经全部拿来买这块地了 合同是你签的 而且 现在你已经离开了公司 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你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明朗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你得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你不再是小时候什么事情 都有一个哥在帮你扛着的黎明朗 如果没什么事情 我跟庄左还要开会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黎明朗 我告诉你 现在过河拆桥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 你 惟 二姨呀 我在知疆 我回来了 我这里的马 全部都是我从小养大的 每一匹都是出身名闻 血统正宗 看起来不错啊 站住 明朗哥 明朗哥你救我啊 给我站住 站住 明朗哥 你别跑 走 走 你们什么人 这是私人地方 请你们出去 不好意思啊 走 出了吧 走了啊 你又闯什么祸了你 才没有呢 好吧 告诉你吧 其实我是个私生女 私生女 从没听你说过呀 废话 有谁到处嚷嚷自己是私生女啊 好听吗 当初我妈跟我爸都在国外 没结婚的时候就有了我 可是谁知道 我爸居然趁我妈怀孕的时候 和别的女人好上了 我妈一气之下一走了之 也没把怀孕这事跟我爸说 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是我妈一个人把我带大的 以前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爸爸 直到前几年 那个老家伙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好 那那些人跟你什么关系 他们啊 他们是我爸的保镖 从机场一直追我来这儿的 一直追着你 为什么 就是为了这个 这个 是我爸骗我妈跟他复合的定性信物 我妈吧 年纪大了 心肠也变软了 我就把她到时候头脑一热 真跟那老家伙结婚 我就趁她不注意 把这戒指偷了 好让他们俩好不了 不说这个了 刚才往你们家打过电话了 阿姨说你可能在这儿 你怎么样 和百合姐和好了没 不是吧你 这么怂 要不 你跟我好吧 咱俩要是好了呢 我就把这个戒指送给你 怎么样 够大吧 别闹了 我 我刚才就是开个玩笑 怎么了 我打算把麻场卖了 又卖 慢点吃慢点吃 还有呢 慢点慢点 你瞧瞧 跟饿死鬼头生似的 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 你别提了 那 你拿走那么多钱 钱呢 不就让黎天那王八蛋抢走了吗 林老还打了我一顿 连音乐都没敢去 黎天 他拿你钱干什么呀 那不是拿云朵换钱的 是 是他出了主意 什么 什么 黎天呀 你说你们干的这点缺德事 你真活该 怎么没把你打死呢 二姨啊 咱都是亲戚说那活该啥 还嫌我说这话呢 你们干的那点事 你说你们 走跟我上公安局自首去 我不去 我还得找黎天报仇呢 你傻呀 你报什么仇啊 你把这个人供出来 那公安局自然会抓他的 走 跟我上公安局去 二姨啊 我跟你讲 那里边好多事呢 去那儿也说不清楚 我不管你那些事 我不去 起来 我不去 你去不去 我不去 起来 起来 阿姨 阿姨 你 你没事吧 你气死我了 你们这些坏人 你们会找老天报应的 你干吗 进去啊 我不进去了 我妈看到我 又生气了 你可真够惨的 有家回不了 百合姐呢 又不原谅你 怎是一个惨字了得 行了行了 你快进去吧 你干吗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勇敢 叫做自己求原谅 更何况 里面的那位 那是你老妈 走吧 走了 快走吧 乖 来 走 毛球 刘妈妈 我回来了 黄蓉啊 你回来了 想死我了 那我以后就不走了 天天陪着你好不好 好啊 快快快 快坐 来 毛球 毛球 姐姐好 毛球球 欢迎你回来 妈 我回来了 你还有脸回来啊 你看看你把公司折腾成什么样了 整个一个败家子嘛 我从天一那边撤股了 那赶紧给我把钱拿回来 再使人拿回来 我的钱被黎天他们押在那儿了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呀 怎么那么听黎天的话呢 对不起 现在说对不起还有什么用 我去找他算账去 妈啊 这件事情你别掺和了 我就不相信他不认我这个妈 我陪你去吧 你别去了 你在家好好反省反省 看看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事 你陪他在家待着 阿姨啊 来 夫人 夫人 李总 这 我问你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你让明朗从公司撤股 然后你又坑他的钱 他不是你的弟弟吗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他呢 我是在做生意啊 明朗他不懂规矩 我总不能因为他不懂规矩 就迁就他吧 再说了 这样子可以让他长点教训 以后就不会被人家骗了 太可笑了 你是为了害怕你弟弟被别人骗 所以你先把你弟弟骗个够 你还是人吗你 我没有骗他 撤股是他自愿的 合同里面的明细项目的条款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俩都是您的儿子 为什么您动不动就说我欺负他 说我骗他 我们俩都是吃同一锅饭长大的 为什么 你总是看我不顺眼 行了行了行了 你那一套啊 跟别人耍可以 跟我耍我可不吃啊 别忘了我是你妈 你一皱眉头动什么歪脑筋 我不知道啊 我今天就把话给你说清楚 我就是来替明朗要钱的 做生意有赚有赔 这个道理你比我更懂 明朗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没有必要输不起了 动不动就把您给搬出来 帮他顶着吧 我们现在是做生意 不是以前小时候玩游戏 你可以看自己的一位 我还是不准备 你自己的一位 你不准备 我还是不准备 你不准备 你不准备